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影片開始前 請先大家為這個影片按個讚 這對我來說相當重要 相信大家最近都會在一些募資平台 或網購上 看到一些專門給iPhone錄影片使用的 儲儲專制 那真的是很多人不知道說 到底iPhone哪邊錄影片會需要這個功能 找半天也找不到 那來問我 那今天我就為大家簡單做一個解惑 首先大家要知道 iPhone它的內存記憶體 是比黃金還要貴的 你如果要大容量iPhone 是非常非常貴的 iPhone 15之後 它出了一個格式叫 Apple ProRes 那這個格式它什麼特點呢 就是錄起來的畫質 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而且它的後置空間是很大的 但是呢 這樣值得一個格式的影片 它的影片非常非常大 以這個格式來講 如果說我錄一個幾秒鐘的影片 大概就5、600、7、800Mbps 非常可怕 錄個1分鐘、2分鐘 可能就幾句去了 那你的iPhone不管買多大 馬上就會篩爆 自從iPhone 15的這個格式之後 它就支援了 外接設備來做一個錄影的功能 其實iPhone也可以在一般的錄影的時候 將檔案存到像這些設備 高速隨身碟 223年的小硬碟 土砲改裝的隨身碟 記憶卡轉接都可以錄 但是有一些小技巧 如何將iPhone所錄的 一般檔案 或PoreRes的超大檔案 直接存在外設的設備裡面 首先我們先進入設定 設定這邊就是一個相機 相機你往下滑這邊 它有一個叫格式 我們給它點進來 那你往下看 它這邊有Pro 這個是屬於拍照用的 這邊這個 我是覺得你不一定要開啊 那如果是要拍Apple ProRes的一個影片 在影片拍攝下面這個有Apple ProRes 你就把這個打開 像我這個是HDR 它就是原本的顏色 但是有HDR的效果 那你點進來 它還有一個Log格式 Log格式它就是灰階的 像我們自己在拍片都是用Log檔 這種格式它的後製 調色的空間就會比較大 比較專業一點的拍攝的人 都會用這種 所以大部分你看到什麼 用iPhone來拍電影的 都是用這種格式來拍 但是它的影像就會非常非常的大 那 基本講完之後 接下來阿達就為大家介紹一下 你要怎麼在iPhone的相機裡面 直接把檔案存到外設設備 直接開啟我們的相機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選錄影 如果你有開啟相機選項的 ProRes這個格式的話 你就看到它的左上角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選項可以選 它這邊現在說不支援ProRes 它只支援錄影外設的一個設備 才能錄4K 60幀 那怎麼辦 大家可以先看我這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2230改的 其實啊 外面的這種設備 它賣的非常非常貴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有閒置2230 你去買這種外接式的那種小硬碟就可以了 那像這個它本身帶Type-C的 那我們怎麼用呢 很簡單 只要這樣子給它插上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開啟這個ProRes 大家可以看 畫面就有個Type-C 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錄了 我這個是2TB的 雖然裡面有放東西啊 大概還有1TB的空間 只能錄46分鐘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這個檔案多大 那我這樣子錄11秒12秒 這樣停起來 這個就是我錄製的一個Polo檔 這個檔案它是灰階的 就是讓你可以去調色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檔案有多大 你要看起來是很簡單 我們直接開啟這個檔案 檔案之後呢 你可以再點這位遊覽 像我這個外接點它的名稱就叫 Sherge 我們就點開 然後它這裡就一個DCIM 把它點開 然後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錄的 剛剛我才錄了10幾秒而已吧 2.44G 非常可怕 所以為什麼 你要錄這種Pro的時候 它一定要存在外接聲音點就是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測試其他設備 那像這一個 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用一般的2280的SSD 直接改的 它是雙介面的 它也是可以讓iPhone啊 直接來錄製ProRes的影片 那我現在直接一樣先插 你要錄ProRes的話 你只要插上去之後 只要看畫面 下面有沒有Type-C 然後呢 左上角這個ProRes 它有沒有打XX 只要打XX的話 就代表它的速度不夠快 它不給你存 你像我這個啊 我自己土泡改的 如果是閒置的SSD 你只要買這個不到1000塊 就非常便宜 這樣子就可以錄了 比你去買那種 募資的那個 一個可能要4、5千塊、5、6千塊 或者是說專用的 接近1萬塊的那種SSD 是不是差很多 其實這種人可以改 只是說 拖的一個很大 這是第一個 順便我為各位講一下 如果我們的速度不夠快的話 像這一個 這是一般的記憶卡 我們如果再直接插 大家看 這ProRes要跑出來 但是要寫18分 我們現在錄看 有沒有能錄 竟然跑得動 這讓我有點驚訝 因為我之前測的時候 它大概錄個十幾秒 二十秒的時候 它就會寫說 速度跟不上 就終止了 但是我現在還在錄 但是呢這個速度老實講 我不太建議大家錄 如果要用還是 用高速一點的SSD 來弄比較快 這一支的那個記憶卡 我之前轉接的時候 它會錄個幾秒鐘馬上跳出 這次我不知道為什麼 非常順暢的一直在錄下去 但是就代表說 你看我暫時接 是不是又更便宜了 只是這個方式呢 太過於吐泡 我覺得它有點不太穩了 那接下來就為大家講 如何用一般的錄影的格式下 我們直接把影片錄到SSD 或是外接設備上 那你如果想要達成 那你剛剛我講的這種 直接把iPhone的一般錄 也錄到外接的裝置的話 那你必須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下載一個免費的APP Break Magic Cam 它是不用錢的 之前呢 我有推薦一個叫Film Pro 它本來是買斷字嘛 它後來就改成訂閱字 然後被人家罵到翻 到最後被罵到下架 工作室來解散 那個就是非常美品的一個代表 我之前推廣它 這個黑魔法相機呢 它本身是免費的 而且它的選項跟功能非常非常多 大家可以看我現在的這個畫面 它這邊你甚至可以調光 對比 對焦 這些設置都是非常的專業 在下方這裡 它的儲存空間是錄在我們的iPhone裡面 我雖然可以錄 但是我是錄在iPhone的 那意義就不大嘛 因為我們真的就沒達到我們節省空間的目的 那怎麼弄呢 很簡單 你就點這個設置 那我現在已經把語氣改成中文了 但是簡體中文 如果你看不奇怪你可以把它改英文 那我們就改設置之後 來掃一下 有一個選項叫做 將片段保存到哪邊 像目前它就是存在APP裡面 那我們要怎麼存在外面呢 現在我們找一個最慢的一個讀法機 插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點這一個 然後選文件 它會開啟那個我們剛剛檔案的那個程式 那在這邊呢 請你按返回 先回到最外層的目錄 那這個時候你看 它就有一個Untitle 這個Untitle啊 它不一定是叫做 什麼名字 如果你這個外接點自己有命名的話 它可能就是叫那個名字 如果你跟我一樣沒有取名的話 這叫Untitle 就是沒有取名的意思 然後在這邊我們就再點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記憶卡本身裡面的一個 木屋結構 你看你要存哪邊 存在根木屋也可以 我們就打開 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這個 攝影機 那我們看到下面這裡 它已經變外色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錄影 看你要直的 還是橫的 都是可以的 那你要橫的你就會在錄影的時候 就先找橫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你的錄影的東西 會全部都存在 我們的這個記憶卡裡面 它就不會佔據我們寶貴的iPhone空間 就這麼簡單 那這個黑魔法相機 除了說剛剛我講的 你可以把檔案存到這種外接式裝置以外 它還有一個功能 是以前Freamin Pro才有的功能 如果你在外面拍片的時候 忘記帶麥克風 但是你有藍牙耳機的話 那你可以指定音源 到藍牙耳機 所以你可以用藍牙耳機 帶著直接來收音 怎麼樣 都會比你沒有帶麥克風的效果好 我就覺得 這個相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而且現在不用錢 非常非常推薦大家使用 那以上就是如何將影片 不管是Apple ProRes 或者說我們一般iPhone錄影的一般的影像 直接 存到我們外設的一個簡單的一個教學 希望大家都能學起來 如果以後有什麼想學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 如果我自己不會的話 我會研究一下 再交給大家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以及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